来到尾场赛事第十一场 三班跑1200米 近期三班1200米 不论在田草谷操也有很多赛事举人 这一组大家都估计到 在初三时间小太阳也好 最长也好去步跑这一场 所以后面有一站 表面条件似乎比较差 或近方都是一般 似乎在尾场有机会是红盘马 即是二本马抬头的时间 首先我选了二号码的聚财 这一匹马就 跑步比较弹性 在初出的时间 虚了三碟 回来追未来掌声 未来掌声最近都可以三班 是斗尾小宝 标志智能 而上一次他排12档起步 结果跟前些少 也可以跑得好 好 看回聚财上一次在圆单日 296总场次 当然这一天的走三碟 步速也不算太慢 可以接受 但其实当日直到内囊 虽然不太好 但其实三碟的马 只有他一只可以回来 如果今次第十一场 有些小太阳 良才 升职 可能早段步速 也会快 对于这个聚财 会比较弹性 好跑一点 因为我都怕小太阳 今次会有马 而这一组 同内日再出上名 差点赢 厚一点 这一组 六三八号 有一只上来的 就是绿色涌区 刚刚在尾场 都差点赢 所以这一只 聚财 我觉得在 采迹水准 又或者 在今场 临场 预计的形势 会不差 所以我首先 先放了他 而另外 幽马小太阳 会不会是 审辑城马房 首尾门的马匹 上去转千里 都艾高人胆大 因为 稍后过了一个星期 大武士 赢马那一千米 大可以跑那一场 而结果 沈杂成的 鱼衣算盘 打响了 两只马 都分别交代得到 小太阳 这一场 转弯 比他回起更加厉害 前一场 落败 就是跟了快步速 第一次跟三万步速 这一组 他提提提派账 合冲共济 加州多部 都叫做再出 可以上名 他都很轻松地赢 未至于 比健康美丽 好似追近 只不过前面 瘦姜曼车 后面那辆 踩尽油 才追上来 今次十三档 如果 那场地 是你前置 也不是太 过直路 那样地的话 小太阳应该 都有机会 在佔一直 小马莫浪球 上一次 初出提供给大家 都说过 他在外地 跑两场的时间 都是用最后想的形式 去追入 Q 或者赢马 上一场 其实他都表现不頑 因为一档起步 结果 都找到 有个遮掩 躲在马群后面 更多 对马 大武士 和佳燕精英 相对有利场地 而中间 辣臣 最近摆在第四悬 也摆在第四悬 冷脚 走入面的 莫浪球 我相信是最差的跑线 他一直追下去 也有追劲 那时都可以追过指标的梦幻人生 今次多快马之下 莫浪球 以往后相比较有根据之下 可能会再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兼顾 另外六号 各取所需 上一场都选他做首选 前面的步速很慢 想着都可以在舍欣之前停赛前 拿回一场投马 但结果遇到一只 破了万步速 虽然直路走外档有利场地的港灵王 可以插斑之后 立即赢 也很深复口服 也很深复 也很深复 也算是不错的水准 他也可以跑快 是机动的 不需要和小太阳 和梁曹的斗场 是守着前领马的后一打位置 这一只马 卖门跳都越来越定 试引都跑熟这一匹马 所以我觉得都应该兼顾 尾场应该就是强中强的赛事 否则应该爆得挺厉害的 如果不是 所以我尾场都是看好 二号马最财 一号小太阳 小魔朗球 和六号的角取所需 四只强中强 希望可以包办到尾场的赛事 好了 今次十一场赛事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在赛后的时间 看到这条片 不要紧 因为你稍后的时间 如果参加了我们的收费计划 也可以在赛前的时间 可以看到我们的期间 更多的资讯 因为如果未参加收费计划 就头一两场 是有个免费的资讯 下载了经济后 用你的手机 平板电脑 甚至电脑版 打开 可以有一次通行证 每月通行证 以及全年超值年费 大家可以参加一下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未来升初五 很快的时间 一样跑星期三 到期时 再和大家 很急就张 和大家聊聊马仔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